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预测的选项 滑鼠右键点选 这都是预测出来的数值 滑鼠右键点它 你随便点任何一个点都可以 然后点选Focus 这第二个 Focus Options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观看一下 这边Focus Options 然后有看到 Automatic Next 13 Months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是13个月 其实我们的所有的资料 所有的资料 它总共有48起 可是它刻意把最后一个月的资料隐藏起来 就是说它不算最后一个月的资料 因为通常有时候 我们最后那一个月没有拿到完整的一个月 好 所以呢 接下来通常我们在这个地方 它要去预估嘛 那预估通常 如果说我们今天够多的话 它会以年为单位 就是12 12再加上它刚刚刻意隐藏的一期 所以变13 这个概念我也希望你们大概了解一下 为什么是13 当然 如果您不喜欢这个数值 我也可以用什么 我也可以自己去设定 例如说 我只希望它预测 6起就好 或3起就好 随便你 因为您应该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预测 预测 例如说预测下个月的登革热会发生几个病例 预测三年后登革热的发病数会有几例 那个精确度是不是您所能掌控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几期就变很重要了 越近的 例如说我只要预测三期 这可能精确度会比较高 那三期之后的精确度可能就会慢慢失增 好 假设我们今天希望预测 以月为单位 然后6个月好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可以 应该说7个月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调整 所以您可以把那个预测的长度去做一个调整 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发现 这样子看到它是一个变成六期的一个情形 那你也可以发现1月2月3月 然后4月5月6月 好 基本上它都是虽然有逐步的往上提高 但是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发现它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虽然是往上提升 但是它这条趋势线有看到吗 好 这条针对这个七期算出来的预测 它是从高排到低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期太高了 趋势线有这个缺点 如果你选择的那个区间不对 好 你可能会看到一些比较错误的情形 比如说我从那个1月看到12月 这是由低排到高 那如果你从10月看到隔年9月 你会看到往下降 好 所以趋势线有这个缺点 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呢 还是要用预测会比较好 那接下来 除了这个预测的长度 还有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aggregate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季节性 聚集的性质 例如说有时候卖冰的话 是不是会有集中在夏季 例如说678910 好 生意很好 那如果是2月3月呢 那当然生意就会很不好 所以会不会有这个季节性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们可以去调整 看看有没有这种季节性 好 所以这边是提供给你们参考的 那我们这边 我们暂时先不做设定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边还有其他的几种模型 你可以自己去设定 你可以去做设定 例如说自动 但是没有季节性 自动没有季节性 哇那如果我们是设成这样子的话 你看根本就是一条平线了 有看到吗 这是他预测出来的 但是我们的资料应该是有季节性 有季节性 提供给你们参考了 然后接下来呢 要不要显示95信赖区间 我们为什么会那么相信95信赖区间呢 那其实是因为我们对于我们算出来的那个数值 还是保持一个保留的意见 因为他毕竟不是真实的值 所以相对的我们会去看一个范围 像这个地方 觉得只要落在这个范围之内 都还算可以接受 毕竟他是95信赖区间嘛 所以值得我们相信的区间 而不是只有一个线性的关系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般都会打勾 显示这个预测的一个区间 是用95信来区间 那针对刚刚的选项呢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 我刚从13期改成7期 这就是预示 再一次提醒 预示预测 你一定要使用什么 这个连续性的资料 预测一定要使用连续性资料 那我想预测 我们就先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 好